台股投资人信心回升 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年轻股民选择进场 到今年5月底 年轻人开户数达到了128万 专家分析因为存款利息太低 才会吸引年轻人把资金投入股票市场 越来越多年轻股民进场最新的统计数据 到今年5月底 30岁以下的年轻人开户数有128万人 而这些年轻人多钟情于零股交易 而占整体零股市场的比重高达14% 理财观念改变 不少年轻上班族不再把薪水放在银行深利息 反而愿意将钱投资股票市场 尤其购买零股最为大宗 年轻人主要的投资方式都透过零股来存股 这个是对于他们现在来说 因为资金上的短缺 所以他们只能透过定期定额存股的一个模式 然后慢慢去累积自己的资本 零股交易年龄曾以轻壮年为主力 30岁以下有近14%的市场 31到60岁占比约有63% 61岁以上占22% 从今年10月26号开始将开放盘中交易零股 专家也建议 年轻人可以从相对稳定的金融股下手 目前年轻人其实购买零股的方向 不外乎是电子股跟金融股 金融股的比重蛮高的 因为它的单价比较低一点 可能在50块以内 特定的族群 专门锁定大力光 就是我每个月固定就是买大力光几股 也有这样的投资人 因为他觉得他的波幅比较大 对那目前也有看到一个比较特殊的状况 随着疫情趋缓渐渐解封 国泰金控发布6月的国民经济信心调查 故事乐观指数由负转正到10.7 其中有39%的民众看好未来台股表现 28.3%则认为未来有走跌趋势 另外大俄消费意愿指数也由负转正 也代表台湾迈向防疫新生活 民众大俄消费行为开始复苏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